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课本的题目 第一题 Zoe杰西来回答 下列的单位换算过程正确的是哪一个 这个课本题有点陷阱 虽然3CM换成0.03 好像全部都是正确的 到底怎样的写法才是最标准的写法 你认为哪一个才是最标准的写法 A除以100 那当然这个我们马来西亚这边 可能没有这么注重这个部分 所以我必须要讲一下 这个课本因为是中国那边 他们对这个单位的换算的中间的那些 单位的写法呢也非常要求 当然马来西亚这一边 我们因为初中的阶段呢 我们的学生的这个基础还没有很熟 所以我们没有抓到这么紧 那这个正确来讲呢 你会看到这里CM 这里CM突然间 3 3要除以100 然后呢 3除以100的时候呢 还是CM 但是突然间变成了0.05 0.03m 所以这边其实你会看到呢 它是有点怪怪的一个状态 对 照理上来讲 这里计算出来就是0.03 你这边写明明写CM 就应该是0.03CM 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有点奇怪的 正确的写法 应该是Donkey 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在CM 我除以100的时候呢 这个除以100就是1 over100的 这个东西呢 它的原本的意思 是代表一个meter 一个meter是相等于100CM 所以在这一边呢 它的CM呢 这个其实是在分母的CM的意思 所以分子跟分母的CM 是可以月掉 所以只是剩下meter 所以整个运算来讲呢 它是把这个CM给去掉 换成meter的意思 所以这个Donkey呢 这个写法呢 才是一个最标准的一个写法 而如果你讲B的话呢 CM 100CM除以100CM CM跟CM月掉 理论上来讲 这里啊 就没有任何的单位了 就不是很对 然后呢 这个突然间CM乘meter 如果你CM乘meter 你会得到什么呢 你会得到面积 这边呢 就有点奇怪了 应该 因为你两个单位 相乘的话呢 应该会得到 面积 你会得到面积 所以这个写法 也是不太能够接受的 那至于最标准的是这样 当然我们 很多学生还是搞不太懂 老师你在讲什么 看不太理解 所以我们在真正的运算来讲 就是说长答题的运算 我们在中间的运算过程 我们不要求学生写那个单位 OK 我们只要求 最后的答案那边 要写单位就好 所以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只是解释一下 最标准 最正确 的选项是哪一个 而至于 做答题来讲呢 我们没有抓到这么严 好不好 最标准的是东西的这个写法 然后 但是如果我们 教学生的话呢 我们就不写这些单位了 中间的运算 我们是省略单位的 不然的话呢 是相当 相当复杂 当然在高中来讲呢 你的全部单位写进去呢 你会 更加的理解 因为高中 高中的话呢 他的这种 很多运算呢 很 更加的复杂 反而你有这种 单位全部写进去的这种辅助呢 你反而不会乱 不过初中的阶段来讲 你写完的话呢 就有点 难理解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稍微的这样子 先懂一下 我们高中呢 我们在学习 怎样才是正确的一个写法 第二题 Melissa 将8cm 长8cm 宽 5cm的长方形 我要减成最大的正方形 它的面积会减少多少 这个 看得懂吗 它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有 长方形的 然后我有长方形的一个形状 然后长是8cm 这里是8cm 这里是5cm 我要减成最大的正方形 应该就是 5555了 所以它的减少的部分呢 就是面积减少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部分了 所以换句话呢 这个的面积是多少 Melissa 第二题 Melissa 15了 因为这里是555 这个8cm 5就会等于3 所以3 5就会得到15 这个是长方形的面积 可能小学 应该学了一下 长层宽 就是我们的面积了 OK 所以这个是3乘5 得到15 OK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15 OK 好 第三题 entress 下列物体中 质量接近50g的物体是哪一个 什么 你觉得C啊 yes 嗯 不过我觉得一枚实现的硬币好像有点少吧 有点少吧 那个应该是一个一个gram左右罢了吧 我反而觉得应该是一粒鸡蛋呢 有没有 所以当然这个他你你要对这个质量是有一些感觉的 像一瓶牛奶 如果你讲一瓶牛奶大概一个lite的话啊一个lite的差不多会有一个kg的一个质量了啊 所以一个kg就一千了哦 就平一瓶牛奶就没有这么轻啊 这样五五十gram哈 它相等于呃50gram啊50gram我们可以一个kg是1000半个kg是500 所以变成了你500gram还要成分成五分之一 这样子的一个重量 我相信应该是有一粒鸡蛋了啊 叫大概这样子的一个重量 但是一枚硬币 十cent的硬币应该就变成了只有一两个gram去了 这个会更少啊 这个有点太少了 那当然胰子有些重有些轻 但是应该也不至于会去到五五十gram吧 应该会有一个kg左右啊 甚至会有三两三kg都会有可能 所以呃当然也要看你什么椅子啦 有些什么很重的木椅子会需要更重啊 那儿到巴西的椅子应该都会有一两kg吧 ok 手指定这种题目题目呢 反而有点难哈 因为你要对一些这样子的质量啊 会有一种啊 有一种feeling哈 不然的话会很容易会做错的 这种题 好第四题 甜意 秋甜意 将手指呢 放进一个 渗水的烧杯 然后你觉得不冷不热 请问他的水温接近多少 这个题目 似曾相似 在小节练习那边 我抽来给大家做了 如果不冷不热 就应该是跟你的体温差不多 36点多 对不对 所以这个应该是35度 好在 下列的过程所经历的时间 最接近一秒 都是哪一个呢 这个也是一个 对时间有一个感觉的 寄生来做第五题 眼睛眨一下 是一秒吗 一个人正常的呼吸一次 会接近一秒吗 心跳正常跳动一次 会是多 会一秒吗 还是 步行十秒 步行十米 步行十米 哪一个会最接近一秒内 这个有点 也是要对这个秒 要对这个时间 有一种感觉 才可以回答正确 来 寄生 你觉得是哪一个呢 C 也正确 因为刚才我们有讲到这个脉搏 其实就是我们的心跳 跳动一次呢 正常的人 正常的人 正常的心跳来讲 大概0.75 或0.8秒 会跳一次 所以这个已经是相当接近一秒了 如果是人眨眼 如果你正常这样眨 其实我们相当快的 我们的这个眨的速度相当快 所以应该眨眼一次 可能就0点多秒而已 0.1秒这样子而已 正常呼吸的话 我们尝试 我没有记错 我们有尝试给老师做一个活动 就是计算我们一分钟呼吸多少次 比较急促呼吸的老师 大概去到20次左右 有一个老师 他好像有练过了 他差不多一分钟呼吸三次而已 也就是说 可以一次的呼吸长达10秒 所以我们的呼吸的速度 其实是相当慢的 这个是当然他的 那个有有练过了 我们不要讲有练过的老师 我们就讲20秒的 20次的 一分钟20次 你差不多也有30 一分钟20次 应该也有3秒左右了 3秒呼吸一次 所以这个呼吸的时间呢 应该会比这个1秒来的长 长很多了 长三倍这样子 那步行10米 我们讲步行其实相当慢的 我们1米差不多 1秒钟才步行1米 所以10米大概有10秒以上了 除非你跑像那个 100米的这个短跑健将才真的是可以达到1秒跑10米 不然的话一般人不行应该是要10秒左右了 OK 所以也是相当难 要进行分析 才知道说哪一个时间是最贴近的 OK 简答题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帽子的高度跟长度 你直接判断你会觉得好像CD会比较长 对不对 但是你真正的去用 你会觉得你会觉得cd交长 你会觉得CD交长 那当然正确的去测量的话呢 其实是AB AB呢 AB是等于CD的 一样长 所以这个呢 也是带给了我们另外 这个 意义就是说 我们的眼睛肉眼的判断呢 其实不太准确 这样子 好这个同学 测量呢有什么 做法上有什么问题呢 第一点 当然你可以看到 他的零这边并没有对齐 并没有对齐 再来的就是他的厚度 厚度来讲呢 他可能会有一些误差 当然比较明显的 就是这个眼睛的位置 要在正上方看下来 才是比较准确的 还有啊 你这个 这个尺啊 你怎样知道这个呢 是垂直 有没有靠的 靠在边边上呢 会是不是比较好啊 等等的 好 所以这里呢 还有的就是他的这个 木齿的厚度会不会影响 如果有影响的话呢 你把它立起来 会更加的好 OK 所以呢 有几方面的可以 调整 来让你的这个测量呢 把那个误差呢 减少得最小了 OK 好 第三题呢 是让你有对这个数字呢 有一种感觉 就是如果我忘记填单位 你补上去 如果讲一个人的高度 应该是1.56的话呢 应该是配米的 没有理由配CM 这个有点 太过小了吧 然后呢 长度如果是70的话 应该这个应该是有70CM吧 70CM 再来 指甲的宽度 指甲宽度应该是8MM了 8CM有点太大了一点 这个差不多有 我们的指甲宽度大概有1CM 所以如果你是8的话呢 应该是8MM的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 去猜测 当然我们单位 如果你补错 就差不多有10倍的一个差别 所以它其实蛮明显的 就是说meter不可能是CM 你放DM有好 都还是差得蛮远一下的 好 那好 说这个你应该是不会弄错了 所以这 OK 好 那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OK 再来第四题 第四题 这个圈 以前呢 他们是用轮子 用轮子去测量一个地方的一个长度 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当然这个误差可能会 Yes 什么 sorry 可以啊 可以啊 他的轮子啊 他可能有一个刻度 这样子 他从这边开始 他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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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一圈了之后呢 啊 他就去计算说 他的轮子转了多少圈 然后呢 就可以算出来 他大概是多少 啊 像这个呢 你可以看到他的 他讲了 哦 这个轮子的周长是60cm 然后呢 他转了118圈 啊 他这个曲线的路径呢 大概有多长 啊 所以当然他的好处就是说他可以转弯啊 不过不好处的话呢 可能他的那个呃 误差可能会有一些没有没有这么准啊啊 你这要准确是1cm的话就不太可能啊 这个这个误差会会比较大 那我们的汽车啊 我们汽车啊 你走了多少km啊 其实车上呢 都有都是通过这个轮子的一个转动的次数 哦 来计算出来的 OK 所以我们的车其实也是用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OK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呃 你可以稍微的去算一下 60乘以118 呃 684 616 78 90 然后6167 7080cm吧 啊 7080cm OK 当然你要换去meter的话呢 大概是70.8meter了 啊 如果换meter的话 所以这个呢 也就是 汽车的记录器 啊 来记录我们的这个 啊 里程数的这个原理来的 啊 计算你的轮子的 啊 转动的次数来推算出 你走了多远 当然你讲 哎 老师会有误差呢 我的轮子我换大了 就有些人很喜欢说 原装的轮子15寸 他跟你 他 你就把它调高 你的这个 调高 不懂怎样调高 他suspension 啊 然后又装一个比较大的 轮子啊 啊 这样子的话呢 是不是会计算 啊 搓 就是整个的数据会跑掉 是会不一样的 所以呢 变成了 如果你装大轮 你的这个 这个表上面可能是显示 我只是跑100km per hour 但是你的警察帮你测量 他测到你已经走了 120了 那他就给你开发单了 所以呢 你不要乱乱调整 换你的这个轮子 而且你轮子换了大 换大了之后 你的这个汽车原本的设计 并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大的轮子 他也是会比较 比较伤害你的车的 这种机械的 所以尽可能呢 尽量的用回他的原装 原本的设计 所以这个就是科学 科学上呢 是这样子来讲 OK 再来 AB两根尺呢 A的最小刻度是毫米 毫米就是mm B的最小刻度是0 那如果你的安装玻璃 测量的门 你觉得应该要哪一个 如果用按玻璃 应该要比较准确一点嘛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是用A的吧 所以当然没有 没有说 对或者错 有些学生讲 哦我的这个 这个玻璃呢 可以调整啦 总之他的这个误差去到厘米 应该都没有问题 你也是可以用B的这个 所以这个呢 我个人是觉得A会比较好 因为毕竟玻璃那个 准确度应该要比较高一点 好 好再来B的这个 第六题 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的两桶的一个 12345 还有五个刻度 这个应该是24吧 这个应该是24 那放了石头之后呢 应该这是去到了36 所以减一减的话呢 应该就是12 就会是他的石头的这个体积 有些学生很奇 就觉得很奇怪 老师为什么这里ML ML减出来12 不是ML的 一般来讲呢 固体的话 我们会用CM立方 但是一个CM立方 相等于一个ML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直接相减 得到12 虽然这里换成CM立方 但是它是1比1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不要以为说 老师 这个是不是 不是ML 这个是CM立方 是不是要乘10 还是除以10 还是乘1000 不用 这个一个ML 等于一个CM立方 OK 那这个中国神舟飞船 宇航员 它的这个每套是10 10kg 所以就会相等于1000g 所以如果我飞到太空之后 那质量会怎样 质量会不变的 质量会不变 是 谢谢 10 1kg是1000g 所以如果是10kg的话 是1万g 谢谢你 我忘记有这个10 好 再来看第八题 温度计的这个实验 这个 测量液体温度 测量液体温度的一个顺序应该是怎样 哇这个 我看一下第一个是怎样 观察测量范围 估计被测量的温度 选适当的温度计 认清最小刻度 这个很少考啊 哎呀这么多啊 我们很 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第三 你首先需要知道这个 要测的温度是多少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测的这个温度是100度 我拿了 拿了这个温度计 只能测40以下 这样这个一放上去 可能这个温度计可能就会坏掉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先要估计一下 我们要测量的这个东西的温度 大概是多少 OK 然后呢 过后呢 我们才选用适当的温度计 所以选用适当的温度计了之后呢 嗯 嗯 等等啊 然后呢 再把那个温度计呢 就要放到 放进去我们的这个液体里面 然后呢 放置一个 一段时间 让它等它 稳定 稳定了之后呢 我们需要观察我们的这个 温度计的范围吧 温度计的范围选 测量的范围 测量的范围应该是 哎呀 我不想 哎呀 这个 跑掉了 啊 OK 就在这里 说这个5号应该是在选用之前吧 但是如果没有选的话 所以这个有 有时候也是 它不是很 清楚 啊 我 我 我观察 它的测量 范围是一定是要选了温度计 我再去观察 哎 这个有点奇怪啊 然后当然 我们要开始读书之前 我们要先认清它的这个最小度数 哦 才进行读书 哎 大概应该是这样子一个顺序 哦 那 首先 当然这个重点这个重点是在于你要你要你要测量一个温度的时候呢 你先要选正确的温度计因为你必须要懂他是大概温度是多少 它的这个温度的这个温度不能超过我 它的这个温度不能超过我我的这个温度计的范围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过后呢 当然呃是浸泡要放一阵子然后呢 毒素稳定了之后我们才可以毒素啊 毒了之后呢才取出来啊 大概是这样子 哎 不可以取出来了才读啊 这个也要小心的 OK 那第九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读书是多少 这个这个描表啊 看描表的这种题目呢 这个非常非常典型 非常重要 OK 所以呢 这种题目呢 大家要小心 必须要掌握了 所以这个题目就比较好了 就给你放大了一点 你可以看到出来 这个很明显 超过一半了 超过一半了 这样这个应该是一分钟 多少秒呢 这个是39 这个是10 然后这个是41 这样这个位置应该是 39啊 39.5678吧 OK 所以原本来讲呢 它应该是一分钟 一分钟 一分钟 过半的话呢 是39.8秒 OK 一分钟是相等于60秒 这样60再加进去39 就会得到99.8 对 99.8 OK 所以这题答案呢 是99.8秒 99.8秒 OK 好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掌握这个描标的提醒了 OK 这课本的题目大概是这样子